文章来源上报 2021年11月2日 纽约市又创造了历史性一课 第二位黑人市长亚当斯诞生 他简直就是美国梦政治版 他的成长经历几乎每一段都很励志 而他也很擅长将它们转化为个人政治资产 比如 他是单亲母亲养大的六个孩子之一 小时候曾拿垃圾带装衣服 只因为有可能随时会被赶出出租公寓 所以他说 自己很能体会工人阶级的苦 15岁时 他因故遭警察逮捕兼殴打 他说 这个经验激励了他 要从内部改革警察体制 长大后 如愿当上纽约市警察 并创建了防止警察暴行的组织 离开警界 亚当斯转公政坛 招牌口号就是打击犯罪 先是当选参议员 再转任布林克林区长 2021年 因世纪病毒 导致纽约市犯罪率上升 遂给了警察出身的亚当斯绝佳机会 进取市长一职 不少政治评论者 起初对亚当斯也颇具好感 认为他温和民主党人的形象 或是平衡进步派和中间派的典范 不过 这位底层阶级 警察出身的黑人市长 上任没多久 原本大家既望的纽约新政治 气氛就不太对 尤其施政方面 原来亚当斯也和前任一样 非常急于个人公关 而非解决实际问题 包括遭市民善效的向纽约老鼠宣战 以及大张旗鼓公布 纽约市新款垃圾收集箱 偏偏 他对日益严峻的非法移民安置 明显捉襟见肘 再再让人觉得 他堂堂纽约市长 只会拿大炮打小鸟 与此同时 媒体开始把焦点转向 他突出的时髦打扮 以及酷爱出入俱乐部的形象反差 频频以市长衣柜为题 解析他公开场合上 变化万千的西装和领带 进而发现 不少还是名师设计 又或者出自特别手工定制 然后 不免有人质疑 以一位市长的薪资条件 穿着这些奢华西装 是否恰如其分 但他从头到尾 拒绝说明西装价格 也无从得知 他有没有付钱 连究竟收藏多少件西装 夹克 领带 和口袋方巾 也以隐私为由 半点不松口 接着 都市传说 甚嚣尘上 说他身上一件 五千美元的西装 是由一位 土耳其裁缝所制作 无巧不巧 再又同场加印 爆出亚当斯 疑似非法收受外国 土耳其竞选捐款 自此 亚当斯的纽约市长之旅 就成了丑闻传言 不断的噩梦 眼前 亚当斯正面临 五项刑事犯罪指控 包括贿赂 电汇诈欺 和非法索取外国竞选捐款 他的另一项历史记录是 第一位受到刑事指控的 现任纽约市长 根据检方起诉书内容 亚当斯不止被控 利用人头捐赠 逃避竞选经费来源限制 并从一名土耳其商人 那收受了非法选举资金 和豪华旅行招待 另外 亚当斯还试图隐瞒自己 在年度登记表格中 市长受赠的礼品 且要求幕僚 删除诸多和旅行 礼物有关的简讯 学商加上的是 亚当斯另因用人不当 额外搞得市府团队 鸡选不宁 继续留在他身边的幕僚 官员 对市长的忠诚 很多时候 却又超出了 个人的政策专业知识 只是徒增麻烦 当初风光就任的亚当斯 早在丑闻风暴之前 他就已创下纽约史上 支持度最低的市长记录 原本大家以为 要超越前市长 白丝好的荒腔走板 很不容易 亚当斯却做到了 现在 要他自请辞职的声音高涨 连如何产生 代理市长的步骤 都跟着出炉 府会也共组了 能力部族委员会 Linability Committee 倘若纽约州州长 不愿动用解职权 他们将送请 纽约市议会 跳绝市长 是否已无能力任职 亚当斯政治风暴 山羽欲来 起初他曾说 自己坦荡荡会配合调查 然后市府官员 有连带被搜索的 有突然离职的 但案情继续升高 亚当斯则一改态度 反控是因为 个人政治立场 观点才遭迫害 不过 纵使政治真的很复杂 司法调查也还在进行中 但不就是光一个市长 就可接连迸出 这么多道德上的解释不清 每一项 还都和他长期 人设严重相违 即使再怎么平庸的政客 也很难办到 才会让美联社 在近日新闻中 写下这些指控 标志着亚当斯的惊人堕落 纽约市民先是怀疑 他能力有问题 自当初被发现 个人竞选经费种种不寻常 权疑我什么都不知道 回应开始 再来是怀疑 他诚信有问题 至少政商关系 并不如自己标榜的 那么单纯 而如果他真像自己所称的 那么高标准 洁身自爱 很多麻烦 其实根本没机会发生 他当然有权 坚持自己清白 但民众时 也懒得再听他多说 仿佛这个市长的命运 已不关大家的事 连既有支持者 都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愿意支持他连任 对一个政客来说 便形同不如 射死边缘 都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你 唯有